说据统计 拉美地区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超过4000万例 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35万例 当前变异病毒蔓延导致的新一波疫情在拉美多国苗头出现 地区经济面临巨大挑战 相关组织和专家认为 拉美与中国在疫苗等方面的合作将助力拉美地区加快经济复苏步伐 说当地时间7月25号 尼日利亚北部卡都纳州一教会学校的28名学生 在被绑架20天后获释 但该校121名被绑学生中还有大部分人仍在绑匪手中 说当地时间7月24号下午 大约4500名示威者在希腊首都雅典市中心的宪法广场和协和广场举行集会 他们高举标语和高喊口号 反对希腊政府以解雇向员工施压 以促使他们接种新冠疫苗 并反对以是否接种疫苗来区分人群和区分待遇 示威者要求政府撤回相关决定 说越南胡志明市收紧隔离政策 7月26号18点起 胡志明市民众不得外出 除紧急情况以及与防御协调相关的特殊情况外 该市所有活动一律暂停 说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阳光景观街区 成功申请世界遗产 阳光景观具体指马德里利池公园和普拉多大道 一片富有文化景观的街区 这个街区里不仅有优美的自然风景 还有独一无二的艺术金三角区 截至2021年 西班牙共有49项世界遗产 说当地时间24号 意大利萨丁岛西部山区突发山火 截至25号上午 火势仍在蔓延 过火面积超100公顷 数百居民被疏散 说当地时间7月25号下午 因过伦敦及周边地区普降大雨 部分街道严重积水 一些公路被关闭 伦敦消防队也接到大约300次 个人住宅公共街区被淹的报警电话 说近日印度西部暴雨引发的灾害 已导致这个方至少138人死亡 另有许多人下落不明